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双子星座2019下半年运势到底如何呢 其实2019双子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明星 遭遇之离奇 声势高低差别之大 可以说令人跌破眼镜 其原因就在于很重要的行星 现在就在变动星座 一个就是木星 一个就是海王星 而这颗木星是在人我关系上面 因此只要是受到他人支持的双子座 运势就有机会水涨船高 尤其是2019进展到了年中双子座过生日的时候 双子更是有一夫当官万夫莫敌的气势 气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旺 这个热气流或这一股能量 也会使双子对未来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遐想 或者是觉得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那么趁着这个气势 我们走到了下半年到底又会如何呢 下半年呢 行星的运势开始走向下半步了 也就是说在外在气势的笼罩之下 接下来就要考核你的实力究竟如何 当然对于有实力的双子来说 就是你收获的时候了 比如说很快你就会有加薪的机会 或为自己加值的可能 那这一波是非常值得掌握的 而且非常的快 可能7月8月就有机会实现你的梦想 加薪了 或者是让你争取到属于你的那份工作等等 除了为自己加薪是一件好事以外呢 其实当行星走在下半步 还是会让双子体会到所谓内部问题 有待处理的压力 这个内部问题很可能是发生在 有家里的事情要担待啦 比如说父母亲生病 或者是要不要搬家 或是买卖房屋等等 各种各式各样的纠纷 而且它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化学效应 比如说家里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会影响到你的合作 或别人对你的观感等等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波有点危机的时期 这是9月份 下半年10月后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什么是见真章的时候呢 因为行星开始偏向右半边 右半边有几颗行星已经严正以待了 第一你本来就有劲敌出现 以前这个劲敌使得你更有战斗力 或者是有人需要你帮忙 所以你为了他赴汤到火 而展现了很高昂的能量 但是由于行星能量在散布的关系 所以也许你会遇到别人是有点不适向的 或者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这些再再都考验了双子座你的忍耐程度 或者是你可能会坐得累得要死 然后别人还不感激你 这很可能也会让你怨声载道 所以从10月份以后开始呢 你可能就会对你的合作关系 或者是敌手敌对关系所抛来的一些议题 开始觉得有一些压力 那么也是否是到了该切割的时候呢 没有错 当木星12月的时候就会走进你的巴工了 他会去跟土星和冥王星做会合 其实这两颗星呢 一直带给你生存的危机 可是也通常是这个危机 带来了很巨大的转机 让双子座创造出奇迹来 所以不要害怕别人的一些打压啦 或者是别人的压力 有时候呢 越是看虽你 越是能够激发你重生的能量 双子座就只好接招哦 感情上来说呢 对双子而言是诱惑很多的一个时段哦 由于你可能会认识到非常多的人 也有接触到一些很优秀的人物哦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步入礼堂的人 我觉得今年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 如果对方也有催促 然后你也很想定下来 那么今年会是一个不错的结婚之年哦 可是如果你还单身 那么就要注意一下哦 有一个时间点 你要稍微把握 那就是十月份哦 十月份的时候呢 朱星云集在武功哦 这意味着呢 你人在家中坐 桃花韵天上来 你就算不想去吸引别人 别人也会受你的吸引哦 而且重点是这段时间很可能 可以很快速的让感情就很有进展 如果之前这感情是隐瞒大家的 那么十月也可以借机大方公开 接受别人的祝福 或者是你喜欢的人 他也很喜欢你 所以在十月份一见钟情啦 一拍即合啦 这个要好好掌握咯 最后呢 我要告诉双子座的是 天王星已经进入十二宫了 其实十二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宫位 这个天王星的能量也相当的强 所有的双子座 其实你们都有天命 正在推动你要往哪边行走的 这个能量哦 所以连双子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要往哪里走 其实此刻如果你很希望 自己的命运 稍稍希望走在正轨上 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身心灵的洗礼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冥想啦打坐啦 或适时的让自己多休息 而不是一股脑的一直埋头苦干 一直忙碌 其实这种暂时的空白 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哟